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闭上眼睛 就会看见一层刺眼的东西在动 这时闭上第一层眼睛 眼睛依然可以看见第二层眼睛 这时再闭上那层刺痛物体的眼睛 就会看见真正的暗影从上面降临 迷数看见了暗影 却跟翠假装没有看见的样子 之后两人一起在屋里玩耍 最开始进屋子的漆黑一片到慢慢适应黑暗中 可以看见物体的轮廓 翠跟迷数说自己可以在暗影深处看见一条发光的河 像点点星辰汇聚成的洪流 仔细看会发现那是一个个的小虫子 翠想走进去看看 一个独眼的陌生男人阻止了他 所以他每次都会远远的观望 这个男人就是隐故 这次迷数离开仓库时 有些隐隐的担心 他不知道在翠黑仇的背后 看见的景色究竟是什么 同时担心的还有迷数的妈妈 即使每次迷数都很注意消毒和清洁 妈妈还是怕迷数被翠传染 但是为了让翠的心灵不像眼睛一样也失去光明 妈妈还是同意迷数去陪着翠 但是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传染 这真的是一位很温柔的妈妈 当晚银鼓站在河的对岸跟翠说 他要过来 没想到的是隔天晚上 迷数在对着烛火看书时 眼睛剧烈的疼痛了一下 第二天他也患上了跟翠一样的病 妈妈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跟翠说他的病已经传染给了迷数 所以迷数不能再过来了 但是这不怪他 让他照顾好自己 拜妈妈回到家后 发现银鼓已经来了 虫是银鼓说 迷数眼睛里的虫才刚刚腐化 所以用些药就可以治好 过了一会儿 迷数真的醒了过来 银鼓告诉他 翠和他眼睛里的是眼暗虫 可以在黑暗中繁殖 他跟翠待的时间久了 而银鼓跟翠第一次相遇 就是他在闭上第二层眼瞼的时候 发现翠在光河对岸 迷数这才知道 银鼓原来就是翠说的 那个独眼的男人 而现在的他是有两只眼睛的 两人相约晚上给翠治病 此时的翠已经陷入了 深深的自责中 他在光河里流下了眼泪 银鼓终究是来往了一步 翠的眼睛因为长期 闭着第二层眼瞼 已经被黑暗吞噬了 现在只能借着月光引出虫 银鼓让翠闭上第二层眼瞼 睁开眼睛 虫开始源源不断的 从眼睛里流出来 奔向月光 银鼓在虫体中 翠迅速闭上眼睛 虫身开始剧烈的缩回到翠的眼睛里 银鼓赶紧将虫的本体捏死 目睹一切的迷数十分的吃惊 现在的问题是 翠的眼珠已经死了 银鼓只好摘下了自己的一眼 将刚刚的液体虫注入到一眼里 这样一眼就会运用生命 银鼓将一眼装进了翠的眼眶里 从此以后 翠就要通过虫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了 翠刚刚按上眼睛的时候 迷数也看见了闪闪的光河 现在翠走出了仓库 自从人有了光开始 就忘了闭上第二层眼睛的办法 而银鼓闭上第二层眼睛 就可以看见闪闪的光河 还有对岸被虫引诱的人们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掩暗虫不能见光 液体虫却可以让翠重见光明 也许黑暗和光明一直都是共存的 过度沉迷黑暗就会迷失自我 而就像翠被银鼓解救一样 当有人给你正确的指引 就可以重回光明 也许翠患的从来都不是病 也不会传染 可以传染的是妈妈的恐慌 一个人沉迷黑暗 就会使别人害怕一同沉迷 光河很美 但是越美丽的东西 光靠的越近也就越危险 看到这集估计很多人都会好奇 银鼓为什么可以看见光河 而她的左眼又去了哪里呢 这些疑惑小美会在后续 一一为大家解开哦 小美看完这集之后 去试着试在家里背上眼睛 去感受一下这美丽的光河 嗖 现在膝盖还清着呢 所以小可爱们看个故事不要皮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是你的小美呀 喜欢这个系列的点播关注不迷路 小美会持续更新的哦 爱你们哟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